还真能榨出点油水来 他算是被榨干了 张家少爷呢 张家少爷 这钱也到了 也该放他走了 我说你没出息吧 你还真就是没出息 什么意思 人可以走 但是可以捎句话 我保你 还可以再振一钱打烊 什么话 张家在青岛有个厂子 你让他们再送一千大洋来 要不然就把他们家厂子烧了 看他们给不给钱 九儿啊 九儿 我可真是服了你了 来人 带肉片 走 走 张儿 你就这么狠我啊 我不冲你 我冲的是咱爹 我爹对我娘无情无义的 我就得教训他 你别不识好歹 老子把你弄到这儿 一根手指头没动你 还不是看到九儿的面子 看 要不然能对你那么客气 怎么 怎么着 老子今天就教教你啊 什么叫感恩戴德 我告诉你啊 教教教 咱们有话再见 他是我哥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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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教小白脸呢 九儿 九儿 他没欺负你吧 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相信我 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信你 我要是不信你 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俊杰少爷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做这样子的就是做这样子的 走路的就是走路的 你说什么呢 咱们人人都是平等的 是平等的 所以一报还一报 你就不要怪我了 九儿 张家少爷 你们家的赎金都送来了 可以走了 走 走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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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脖子 钱既然你已经收到了 让九儿和我一起走吧 这 这你得问他呀 九儿 咱们走吧 俊杰少爷 以前是我心太高 从今往后啊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咱们谁也别管谁了 九儿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 咱们先出去再说呀 少爷 太太听说您的事 都死过去好几回了 您赶紧跟我回家吧 走 九儿 我对不起你 慢着 麻烦你回家 给你爹烧句话 你还想怎么样 让他再送一千大洋过来 为什么 为什么 他问为什么 你们家青岛不是有个厂子吗 我三天之内 要是见不到那一千块大洋 那好 我马上派人到青岛 把那个厂子一把火给烧了 他要是觉着能防得着我 那这一千块大洋 他就别给我送过来 走 小孩 等给我 我出去的时候你出来 这一千块大洋 他们一定会送过来的 花脖子 我该为你做的事都做完了 我可以走了吗 九儿姑娘 你可是我的宝贝呀 别说就这点钱了 就是给我一座金山 我都不会放你走的 你说话不算话 你错信过那姓张的小白脸一回了 你就应该知道 这世上的男人都是不可信的 他你都不信 你居然还会信我 因为你是匪呀 老话说了 道义有道 你要是不讲信用 你怎么带你手下这些兄弟呀 你双好 实际上 厉害呀 现在就挑唆起 我跟兄弟间的关系了 我跟兄弟们之间讲信意 但是 我跟女人就得讲别的 三臉不够 不认人 可不就是犯脸不认人吗 我告诉你 九儿 你就踏踏实实地在这儿待着 咱们俩今天晚上就拜堂 你觉得你能治得了我吗 你 那咱们就试试 我花脖子当着这两袋子大洋起誓 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 老子这辈子再不碰别的女人 去 去 把前面这两个人跟我干掉 走 我 你不是给他们送过粮食吗 就说你把东西拉这儿了 来 去 哥 小心点 怎么着 松了 拿着 上 谁啊 我 上午来送粮食 把东西拉这儿了 行 进去吧 来 别到处乱跑 都烧了 上 认了 认了 快快 你没事吧 别拉了 你别拉我 华伯在哪儿呢 穿过通道就是 撤 冲 你兄弟们 对 冲 赶紧冲走 快 冲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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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子呢 把新娘子给我叫上来啊 请新娘子 什么人 什么人 快走 快打架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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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花山带的人 马上进来 快走 拿杆子 保护大家 走 保护大家 走 走 保护大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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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兵来了 再走 快动 放开他 死了 我杀人了 没关系 上 这位主角 快点 快点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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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高哥 大哥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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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站住 好 快 给我站住 大哥 别追了 赶紧撤 撤 快 别走 你还真把冰招来了 你为啥呀 为你啊 我答应你了 要把你救出来 我不信 你得信我 我说到做到了 为你我连人都杀了 你图个啥呀 图你行吗 九皇姑娘 给我当嫂子外 阮哥是个好男人 嫁给他不吃亏 干点活就要工钱 我还真瞧不上嘞 你瞧不上谁啊 你呀 一个大男人 干点活就要回报 快 你 他那不败事 这事 他就这么回事 你干吗 你还没什么事 你还没帮你 坏 我的我 你 你没事 你回哪儿啊 你放我下来呗 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咋儿走了 这就走了 不走咋嘞 走吧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女人啊 哥 你是喜欢上她了 你刚才直接把她扛回家不就完了吗